先喊就是要展现士气 刻意选在基本工资审议前 劳团开记者会 希望基本工资可以在网上调 立法院也很关注这件事 苏院长也无法给出数字 现在劳方希望最好到8% 若以一个月基本工资 两万四千元来看 就会多出一千九百二十元 但资方喊出最多百分之三 变成一个月只多七百二十元 若以主记长朱泽民说的 二十元欧阿米索 是可以买到三十六万 但问题是物价已经是一碗六十元了 只能买到十二碗 主记长说出一碗二十块钱 我真的是在担心 他们的这个很多民生调查小组 他到底有没有看那些数据 劳资都各有坚持 那到底要多少才算合理 朝野立委都一致给出这数字 依照主记处预估今年的经济成长 应该会是五点八左右 所以我希望就是说 不要让广大的劳工朋友失望 我们政府一直不断的一方面讲 经济今天今年的经济成长力 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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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定会破六趴 所以我觉得基本工资 应该从六趴挑起来 那若是百分之六 基本工资就会来到两万五千四百四十元 一个月多一千四百四十元 而且看看近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九月破新高来到百分之二点六三 虽然主记处说 一整年平均不会破二 但重点是薪水涨幅是零 百分之二也会被物价压死 TVBS新闻中英伦谭英伦 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